她曾被宋丹丹好心劝退 孩子你长成这样还是别演了 杨子如今的爆红到底有多难 杨子11岁出演家有儿女走红 愿意为兴徒坦荡 却因为青春期发泡 不仅被宋丹丹好心劝退 甚至高中三年都处处碰屁 大家都认识我 可是我没有戏拍 尽管考上了背影 但杨子依旧面临五戏鬼拍的窘境 准备了两个多月 零开机头一星期被换鸟了 大三大年杨子接到了爆款剧《战场杀》 虽然豆瓣评分高达9.1 但因为剧太小众 杨子依旧没能被观众记住 不过她从来都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 直到16年 杨子出演了配角《喜欢乐颂》 荧幕上的秋影影单纯鲁莽 让杨子彻底撕下了下雪的标签 之后主演的《香蜜沉沉浸如霜》 亲爱的热爱的 让观众发现 原来她已经从童心出道的下雪 变成实力派演员杨子 如今28岁的杨子不仅偏筹高达5000万 现在更是买了一辆奔驰SLK 在董车DPP上 不仅可以看到这款车的价格 还可以查看车的参数和配置 张一山和杨子仅仅只是朋友吗 有网友曾问 张一山你什么时候娶杨子 张一山回答道 你问问他到底什么时候嫁我 甚至有一次 他直接在节目中直言 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你 我会站在你的身后背叛全世界 虽然张一山时不是隔红表白杨子 但他们俩只要一碰面 张一山就只有betray的份 对于张一山 杨子更多的是把他当哥们 他被问到你自己的蜡像 想挨着谁时 杨子直接来了剧 但视频底下的评论 更多的是 女孩都是口是心非的 也许他们两个 真的像网友说的那样 全世界都知道张一山喜欢杨子 只有杨子不知道 但除了张一山以外 被杨子当做好哥们的男明星 真的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为什么说杨子是娱乐圈 最惨的女明星 有记者曾问李线 跟杨子拍戏会心动吗 李线耿直的说 你让我对我的兄弟心动 太过分了吧 而王俊凯在谈到杨子时 更是一脸嫌弃的说 杨子姐一回来 人会看见 但是他还唱歌的话 就也还行吧 也还行吧 李一芳更过分 在被问到女艳人 谁饭量最大时 他直接就把杨子给卖了 我只知道杨子是饭量最大的 卖完以后还补上一刀 但杨子的确饭量不小 不仅人家伦一脸认同的说到 我在吃喝方面 可能真的没有人可以跟杨子点 云罗云西都把杨子当作公主棒的体重上限 毕竟吃得太胖了 而段伦也是杨子的好哥们 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 都像个哥们 然后就是不分男人 不分男人 杨子的一心远确实很好 好到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我是女孩子又怎样 大家把我当兄弟 大家把我当兄弟